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于Armory频道的Stanford 今天这堂课要给大家上的是实作认识NFT和Delt 那这边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用1.25倍的速度或者甚至1.5倍的速度来观看这一堂课 那今天实作认识NFT和Delt的这个堂课呢 会带大家学到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如何使用区块链 那在了解如何使用区块链之前 我们也会简单的讲一下区块链是什么 以及现在市面上比特币与以太坊的差别 再来我们会探讨什么是NFT和Delt 那NFT和Delt都算是近几年来蛮新的一个词汇 那也使用的方式也都是在区块链上面 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带大家实作更深入的认识NFT和Delt 以便各位在未来要来涉入这一块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的不熟悉 最后我们当然还是会使用web3的工具 不管是虚拟货币钱包啊等等 那希望大家会慢慢上手我们这边介绍的工具 那在上课前呢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那当然还是以一个愿意尝试新工具的新为主啊 毕竟web2跟web3的工具使用的界面上面啊 不管是UI或者是UX都有非常大的不同 web3的使用模式呢 真的跟现在的比如说账号 申起账号啊登入账号或者甚至信用卡付费啊等等的这些模式 其实都是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会是一个需要大家来尝试的一个领域哦 但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有愿意尝试新工具的新 以后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来到我们Armory的频道来讨论发问 OK 那我们开始进入第一个部分 就是如何使用区块链 那在使用区块链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的是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区块链呢 第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区块链 不外乎就是比特币这个区块链 那我们这边呢 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极为简单的 比特币的一个链的架构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它架构当然是非常的复杂 以我们这边的demo的模式的话 我们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呈现 区块里面所包装的一些资讯 那每个区块里面呢 都会有好多不同的交易的记录 那每个交易记录呢 会有几个不同的资讯 第一个是交易的hash 再来是发送者与接收者 再来是发送的数量 那交易的hash本身呢 它是一个等于是交易记录的ID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它的hash本身 会是有一定的模式 然后搭配一堆 一堆这个乱述的自串 那拥有这个交易记录的目的呢 当然就是为了以后 如果要再去观看这个特定的交易记录的话 只要拿着交易的hash 就可以找到这一笔交易的记录 那当然在这个交易记录之中 也会存取发送者与接收者的账号 那这些账号呢 当然不是像我们这边写大雄竞箱 它当然也是用一个自串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因为如果我这边用自串的方式来呈现 可能会有点乱了 所以我这边就先用简易的方式 把名字写出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区块链本身的架构 然后最后呢 就是在传输这个货币的数量 那在比特币自己本身 这个条链上面 只有一个货币就是比特币本身 所以说在比特币的这个表单上面 或者它区块上面的交易记录 就会呈现发送者是发送了几颗的比特币 给到了接收者 这样子 所以每个区块呢 大概会有这样子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当然每个区块 每个区块架构起来了以后 我们要怎么把它链起来呢 让它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区块链 那练起来的方式相对的说蛮有趣的 它也就是把整个区块 刚刚我们有提到是交易自己本身 会包装成一个hash 一个自己的交易的ID 同样的在区块本身也会包装起来 然后建造一个hash 丢到第二个区块的 包装到第二个区块里面 那第二个区块也会同样的被包装起来 成为一个区块的hash 然后再丢到区块 第三个区块的内容里面 所以这样子呢 就会慢慢的建立起一整条链 一整条区块链 然后区块链跟区块链之间 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那当然存取这样子一个区块链 毕竟它还是只是一个软体 所以我可以存在我个人的电脑上面 当然如果存在我个人的电脑上面 这些交易记录本身要去做篡改 也会相对来的非常的容易 就好像我自己再去更改一个 Google的表单一样 所以呢 在区块链的运作上面 存在一个人的电脑上 把这些区块的资讯呢 存在一个人的电脑上面 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当然还是 区块链要提到的是 区块链的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分散性的这样子一个特性 那怎么样分散性呢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区块链 整条区块链呢 存取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电脑上面 所以造成未来 如果有人想要去做篡改的动作呢 它并不是只要篡改一台电脑 一台电脑上面的区块链的资讯 它同样的是要篡改绝大多数电脑的 上面的区块链的资讯 那绝大多数呢 这边是用51%的方式来做决定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办法控制 这个链上面的network的电脑 如果你有办法控制51%的电脑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做 篡改区块链上面资讯的动作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像比特币这样子这么 多人在使用的一个区块链呢 大部分的 这个区块链的资讯呢 会储存于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电脑 随时 这样子呢 也造成了要去篡改这个区块链的 要消耗的资源 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大 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 比特币区块链的运作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我们在这堂课 会有一些实作的成分 所以在实作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到的会是第二大的区块链 叫做以太坊 那为什么我们会使用以太坊 而不是使用区块链呢 又不是使用比特币呢 其实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说 以太坊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不管是发送者 或者是接收者 在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上面 它都有点算是一个 个人控制的一个账号 但是在以太坊上面呢 发送者与接收者 不一定是要个人所控制的账号 它可以是开发工程师 所开发出来的一个APP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一群朋友集结 成立一个乐团好了 那乐团可能去外面表演 拿得到一些钱 那拿到这些钱呢 可能要做金流上面的一些分配 那可能这个乐团有 有一个manager 那或者是每个乐手的贡献程度不太一样 所以在金流的部分 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控制 那这样子的控制呢 就可以用这个APP的方式 来做操作 那这些APP呢 它其实背后叫做智能合约 那智能合约本身 就刚刚跟大家讲的一样 它是一个APP APP本身就是用程式码写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程式码的方式 放到区块链上面 也就是说以后 以刚刚这个例子 金流的例子来说 未来如果有乐团 有赚到任何钱 把这个钱丢到智能合约 让智能合约自动的分配 这些金流的 这些金流 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 人为上面的疏失 所以说在以太坊上面呢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附加的功能 有办法让任何人都可以 用程式码的方式 把一些规则写在 写在一个 所谓的智能合约里面 上链了以后 任何人都可以跟这个智能合约 去做互动 去做交易 然后去使用智能合约上面的功能 所以说在以太坊 除了它是一个区块链以外 很多人其实会给它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World Computer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任何人 在任何时间 只要有连得到网络 都可以去使用的一个 一个世界的电脑 那在这边 除了 当然了解 发送者 接收者 它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程式码的方式呈现 以外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要秀给大家看 在实际面 来说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 好 我们切换一下萤幕之后 当然就是要来点选 这两个连结 那这两个连结呢 都会带我们到同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叫做 Etherscan 那从这个URL的地方可以看到 是etherscan.io OK 好 那这个Etherscan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区块链的浏览器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 非常的好用 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输入任何的钱包地址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不管是过去的交易记录也好 或是这个钱包的地址 所拥有的资产也好 那这些资讯都是公开透明 都可以靠这个Etherscan上面 直接去浏览 那这边我们开了两个不同的连结 第一个连结是 一个contract 也就是我们的智能合约 第二个连结是我们的使用者 那这边标记的会写的是address 除此之外呢 不同的地方还有在中间的这些选单 这些tabs里面呢 也会多出 如果是智能合约的话 会多出一个contract这样子的一个tab 那就帮我点下去 那按下去了以后 就会看到一系列的原始码 就是智能合约本身的原始码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 是这边有总共有33个智能合约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边是第二个 以此类推 那有兴趣多多了解 这个智能合约内容的朋友的话呢 也欢迎就直接在这边可以浏览一下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那毕竟因为这个区块链上面的资讯 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来直接跟在区块链上面的智能合约 可以来做一些互动 那有两种互动的方式 一种互动是read only的互动 也就是我可以跟 我可以去跟智能合约要一些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如果我把这些对应的资讯呢 都添进去了以后 我可以直接去问 去问这个智能合约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除了read only的功能以外 我们当然还是也有一些write的功能 那write的功能就是直接透过这个智能合约 来做一些相关的交易 那当然每一个智能合约 它所给予的read only的功能 或者是write only的功能 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当然最后还是要从 它的原始码里面 来检视 怎么去使用这些不同的功能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improvement呢 已经是算是前所未有 在过去除了一些开放开源的团体 或者组织之中才会看到 像这样子比较大规模的开放开源 还真的是比较少见的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这是一个智能合约的页面 所以它会有contract这样子的一个tab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使用者的页面上面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contract的tab呢 好 那我们到这个使用者的页面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tab 所以主要来说要分别使用者跟智能合约的页面 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检视左上角这个地方 在地址旁边 它写的是address还是写的是contract 第二个部分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 看它是不是有多出一个tab叫做contract 那如果有contract的话呢 就代表说它是一个智能合约 而不是一个使用者 好 希望讲到这个地方呢 大家对于使用者跟智能合约 两个不同的地址 有多进一步的了解 那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来建立我们自己个人使用者的钱包 以及相关的钱包地址 好 那我这边会切换一下荧幕 我们等一下回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建立我们的虚拟货币钱包吧 要建立这个钱包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工具叫做metamask 那使用这个metamask的工具呢 帮我到简报的下一页 下一页中间有一个metamask的链接 帮我直接点选它 按了以后 我们会到它的网站 右上角会有这个下载的按钮 帮我按一下 按了以后再帮我按中间 install metamask for chrome 按了以后呢 我们即将会来到chrome的web store 然后再帮我按一下add to brave add to chrome 看看你的浏览器是什么 我是用brave 好 然后会有这个视窗 再帮我按一下add extension 好了 以后metamask自己会跳出来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哦 我这边速度可能有一点快 但如果有任何问题 大家都可以先按暂停 然后慢慢跟着我们这边这个tutorial一起往前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建立我们的虚拟货币钱包 在建立之前呢 会建议大家手边先有一支笔 跟有一张纸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需要把一些字串呢 记录下来 以便以后再继续使用 所以在这边如果手边没有纸或者是笔的人呢 也建议按一下暂停 先去拿一下纸跟笔 然后等一下回来 再继续 好那如果你手边有纸或笔的朋友的话呢 先帮我点一下I agree to metamask terms of service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我们的钱包 那当然在建立钱包 有很多其他钱包相关的资讯哦 也鼓励大家去读一下了解一下 再来我们要来create一个password 那这个password呢 跟钱包本身的生成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哦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任何的一个 任何的一个password 那这个地方就秀给大家看 就先使用12345678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password是相对来说非常弱的 那也不建议大家用这样子的一个password 后面会秀给大家看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用到这个password 那我现在这边先用12345678 好那我做完了以后 我要按create new wallet 按下去了以后呢 由于web3的钱包 它背后的原理啊 跟技术等等的 跟我们现在既有的一些交易啊 或者是运作模式非常的不同 那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背后的技术哦 所以也建议大家看一下这它的影片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刚刚纸跟笔拿出来 把接下来它会秀给我们看 有12个字据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12个字据 会当做是我们的钥匙 要来access我们这个虚拟货币钱包的钥匙 好那我们就按一下 secure my wallet 按了以后呢 这就是我说的要把纸跟笔拿出来 然后当我们按一下 下面这个review secret recovery phrase 按了以后呢 这就是你的钱包的钥匙哦 所以记得把这些字串呢 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后面它还会要你去做 一个验证的动作 所以先把这记录下来 把它写下来 把它储存 尽量不要储存在你的电脑上面 把它写下来 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你记得的地方 那以后如果我们要再重新 来access我们这个钱包的话呢 我们就会需要使用这12个字据 好那这个地方 我也先来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以后 确定都记录完了以后 我们就按next 下一步这就是我们要来验证 这个刚刚所得到的recovery phrase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把我的recovery phrase 把它填进去 那这边如果速度有点太快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 先按一下暂停 好填完了以后 帮我按confirm 然后再帮我按got it 按完了以后 代表我们都已经完成 直接帮我按next 再帮我按done OK 到这里了以后呢 到这里了以后呢 有几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做 第一个 先把你的滑鼠呢 移到右上角到这个拼图的地方 帮我按一下 按下了以后 再帮我按一下土钉的这个icon 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虚拟货币钱包就会出现在你的右上角 然后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到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完成了我们建立我们的虚拟货币钱包 以及我们虚拟货币钱包的地址 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好 我这边有一个虚拟货币钱包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是在 EFF7 那我要怎么样去检视中间有这么多点啊 我要怎么样去检视 我的全部的地址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就按一下 按一下同等于复制哦 好然后我再到我们刚刚Etherscan 打IO 把我们刚刚所复制的地址呢 贴上去 如果没有复制好的话呢 需要再复制一次 复制完了以后帮我贴上 好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创建出来的新的地址哦 好可以看得出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零 甚至这边没有任何的交易记录 这也就是有别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使用者的钱包地址 如果我们把刚刚的钱包地址拉出来的话 好这个是一个智能合约的地址 嗯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的交易记录 那当然使用者的并不会有这个contract 嗯但是除此之外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刚刚所打开的 啊虚拟货币地址呢 是一个全新没有使用过的 啊地址 好那你有可能在想说 好我有现在有一个地址哦 我可不可以建立新的地址 还是我需要全部再重新做一遍 记录刚刚十二个字 以后才能再拿到新的地址呢 其实不用 我们只要来到中间这个地方哦 那这个操作不管是在 呃这个界面 这个页面操作或者是在右上角这个操作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只要点选中间这个account1 点选一下 然后拉到下面来叫做add account的地方 按一下 给它一个名字 给它叫做第二档号 按create 我就create了第二个钱包地址 那我们一样把它复制贴上到etherscan 来看一下它的地址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再确定一下我们复制的是一样 是正确的哦 这边是81C6 我们回去看一下ether钱 81C6 好这资讯都没有错的话 我按一下enter 就可以看到 我们又可以再度拿到一个全新的钱包地址 所以只要透过中间这样子哦 一直去add account 其实你是可以拿到 呃 好多好多 不同的地址 等于是无限可以去取这些 呃 这些使用者的地址 那也大家欢迎大家多多试试看哦 像这样子的话 已经create了四个不同的地址了 这第四个是5BC1 那我们一样再来做一下测试 看一下是不是5BC1也是一个新的地址 All right 相信在大家已经在Metal Math上面 已经建立好自己的虚拟货币钱包 也在这个钱包里面建立了不同的虚拟货币钱包地址 那当然这边也建议大家去etherscan.io上面 检视一下各个不同新创的 呃 虚拟货币钱包地址 那确定 确定一下说没有任何的交易记录啊 等等等等的 好 那在 创建完我们的虚拟货币钱包 跟地址 以后 当然就是进入我们这个实作的环节了 呃 实作环节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先领取以太坊的测试币 呃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呃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可能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以太币 以太币 呃 它 虽然在市面上或者是在新闻上 大家可能听到的是多以 多数以投资为主的一个货币哦 但是它其实 呃 呃在技术上面 有另外一个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驱动以太坊 也就是说以太币它是一个过路费 呃的概念 呃任何人想要在以太坊上面提交一个交易记录 然后呃的的话 他都会需要付些许的以太币 才能把这个交易记录做上链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呃 当你在上链的时候呢 需要付一点以太币 呃 来确保说这个这个交易记录可以上得了区块链 呃 当然以太币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也有很多其他用处 呃 大家可以点选这个呃连结 然后再去多多了解说以太币还有什么其他的使用的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在实作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是可以直接在以太坊上面来操作 但是有鉴于呃 现在以太币一颗呃的价值大概是在一千八百块美金 呃 所以有点不太不切实际哦 所以我们会在以太坊的一个测试链上 那这测试链叫做Gorley Gorley本身没有一个中文名字 所以我简单叫国利哈 那在果利的这个测试链呢 本身技术上来说跟以太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使用模式呢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真的去做操作实作 我们就在这个测试链上面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那当然这个测试链上面的这个测试链是没有任何的兑换价值的哦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拿来做驱动果利测试链的呃的动作 OK 那好 解释完果利这个测试链以及以太坊上面的这个以太币之后呢 当然就是要来领取 但是领取的这个步骤呢 通常会是请既有国利测试链的人传送给你 要不然就是要去一些既有的网站上面可以去简单的领取测试链 但是做这些动作呢都会需要一个账号啊等等的 所以避免大家麻烦呢 ARMY这边帮大家准备了一个领取测试链的表单 那你就只要填写两个资讯 一个是你刚刚新创建的呃 钱包地址 任何一个钱包地址都可以 然后再加上你的slack id 好 如果你已经填完表单 那我们下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在我们的meta mask上面呢 从以太坊转换成为是果利的测试链 那这个步骤我们就要先到右上角 meta mask 按一下 按一下以后呢 通常如果是一个新的钱包 通常右左上角呢 会写 ethereum mainnet 那就帮我滑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应该会写 ethereum mainnet 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这些是不同的呃相关的链哦 那帮我按一下show test network 按了以后相关的测试链就会跑出来 这边就会有一个果利的测试链 那帮我按下去 按完了以后 这个按钮就会秀是g 呃那代表是果利 好 那这边完成了以后呢 在你的钱包这边应该是show 0 因为还没有领到任何的果利测试链之前 这边当然就是呈现0的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把呃 meta mask转换成为果利测试链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呃 army所建立的一个网站上面去领取测试币 好 那我们现在到呃 下一页 然后帮我点选这个连结 连结 连结点选了以后呢 会带到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将会是我们等一下来 呃 不管是呃 领取测试币 呃 我们也会用这个网页呢 来来 拿来做10座nft 跟10座到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一直呃 回来到这个网页 嗯 但在使用 这个网页呢 我们需要到右上角 这个connect wallet的按钮 帮我按一下 按完了以后会有一系列的 呃 虚拟货币钱包会跳出来哦 那 呃 帮我寻找一下meta mask 然后按下去 按了以后会有一个视窗跳出来 跟你讲说要sign in 那就直接帮我按sign in sign in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有几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哦 刚刚呃 现在转换成为是一个password 跟一个mint的按钮 第二个部分是在右上角 当连接了你的钱包了以后 会出现呃 你钱包的地址 以及你现在所连接到的链 那我们现在要连的就是国力的测试链 没有错 好 然后在最后一个呃 变化 是这个按钮 假设你有提出成功的提出表单的话 这个按钮就会出现 呃 那如果这个按钮没有出现的话 那就请到我们armory的频道里面 呃 Ether Scan 不 我没有按到 好 没有关系 没有按到 我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来检视 呃 我有没有收到 呃 果力测试币的这个 呃 这一笔 这些数量哦 那我可以用的方式呢 是到右上角再回到我们的Metamask 然后帮我去按 啊 我们其实从这上面检视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我刚刚是0.3 现在变成是0.32 所以从这个方向 就已经知道 呃 我已经领到了 这个果力的测试币 好 没有关系 那呃 虽然说在这边看得到呢 呃 我想教大家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 在右下角 假设刚刚 呃 假设这个交易呢 有上链的话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按 按一下 然后去检视 它的这个交易的记录 那我们这边 帮我按一下 view on block explorer 然后等它跑一下 好 那这样子一个呃 页面出来哦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又同样是 Ether Scan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区块链的呃 的的浏览网页 那 跟刚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现在用的Ether Scan 是在检视 Gorley Testnet 就是我们的果立测试网 那 呃 如果不是果立测试网 Ether Scan 它会怎么样呈现呢 它就不会秀 上面有Gorley Testnet 这样子的一个标记哦 好 我们再回咯 回到这个 呃 交易记录 那我们也看到的是 我现在的这个 呃 这个账号呢 的地址是469 OK 那 那我回去一下 这个交易的记录 可以看到的是 有三个 呃 三个资讯 主要的这三个资讯哦 from 传送者 to 接收者 value 数量 就是呼应我们刚刚一开始 在这个讨论表单的时候 有看到的交易记录哦 有发送者 接收者 跟数量 那在这个地方发送者 是这个 呃 这个钱包 然后接收者呢 我们来确定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469账号 那这边就是469 那当然 最好的检视方式呢 是检查所有的自串哦 但是 呃 以这个方便起见哦 我现在只 只检视这个最后三码 好 所以这样我知道 是从这个账号 传到我的这个呃 469的账号 然后数量是0.02 看到这样子的记录呢 就知道我们有完成了这样子领取测试 测试币的动作 呃 0.02 呃 国力测试币 没关系 淘标 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 挺准备 的 词